修行人 请注意如果体内阴性众生越多 你就会衰老得越快 黑色对化气泡中的眼睛修行人的身体 一定是轻飘飘的 仿佛先锋道骨 带龙卷风的云普通人老了 就坐在轮椅上 或者走路要人浮 要是走一走 就全身痛 这就是业障重的缘故 源头图丁虚云老和尚到了一百多岁 还每天能走六十华里路 为本换长老送座 到一百一十六岁前往江西云居山 众星曹洞宗祖亭 直到一百二十岁元季 源头图丁广亲老和尚八十多岁 爬山走路如一阵风 年轻后辈都跟不上 这就是修行人 为什么人到老了 身体会越来越差 有的人则不会 带龙卷风的云中 一说人老是脚开时老 从下老到上 那为什么会衰老 都是被欲望折磨的 带龙卷风的云 比如说淫欲心很重的人 会消耗肾经 带龙卷风的云 贪心很重的人 会消耗心脏功能 嗔恨心很重的人 肝脏会有问题 带龙卷风的云 这些都是慢慢的消耗的 这是从情绪上来讲 人因为这三样东西而衰老 而人衰老的原因 还有一种是受到外在磁场的干扰 比如体内有许多阴性的众生 那些杀业过重的人 吃肉过多的人 或者是烧山林木的人 他们体内都会有许多阴性众生 你想 我们吃过的动物 海鲜等神识都在哪里 哪里都莫有趣 都在人体内 我们有这么多细微的神识在身体 感觉很沉重 业障重的人 拜佛时很累 有的人拜佛起来轻飘飘的 是体内众生少的缘故 人体内躲藏了很多的遇到和恶鬼道的众生 这些众生要维持生命 就要吸人的精气神 吸人的能量 能量不足时 他们就会来捣乱 让人神志不清 能量不足 就很难支撑起这个身体 常常感觉身体很重 业障清的人 会感觉身体很清爽 这是内在的感觉 修行时 体内一定会起反应 念佛久的人 念到一定境界后 体内众生度脱了 那摩就越来越清爽了 大家去念佛堂 看那些老人 一个个都是精神气十足的 这就是福报 再去养老院看看那些老人 死气沉沉的 养老院是个很可怕的地方 阴气太重的缘故 冤魂又太多 所以那些老人都是很苦命的 要念佛 让全身清爽 度脱掉以前吃过的众生后 身体就轻松了 在准题佛母经上有讲到 业障消除时 会梦现嘴巴吐出黑雾 拉出黑血 拉出黑色的粪便等等 这就是业障消除的表指 这个业障是一种黑暗的磁场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观察观察 佛法真实不虚 一定会在身体上起反应的 业障很重时 拜佛是一件最辛苦的事情 尤其是大拜 很多人拜大拜 比干苦力活还累 念经也累 会打瞌睡 还会经常念错 念得精神不集中 有过注念的人 都知道 有的死者业障很重 我们给他注念 那是很累很累的事情 很耗费精气神的 因为死者身上有很多众生 他们在干扰我们的缘故 所以很累 趁住年轻 赶紧念佛 赶紧把学佛前杀过的众生 吃过的众生度化了 他们脱离了我们的身体后 色身渐渐清净 那摩身体就感觉很清飘飘的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有时候 念佛拜佛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温泉此文的一切功德 皆吸回向给文章 原作者及各位 分享此文的读者们 双手合十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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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